刚刚我发现,如果你将来要比对的话 有一个小程式,我还蛮常用到的 之前如果在比对程式的时候 有两个有个新有的旧 当然你用眼睛比对的话 当然会很累 我推荐各位有个叫WinMorge Morge是合并 可是问题是这边应该不太 它这个应该是两个资料的比对 你可以开两个档案 或者是你可以贴两段程式 那你如果想要知道两段程式 里面到底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它会告诉你 所以你会发现它帮你比对完之后 发现这个地方不一样 所以它原来的是 就是之前我们录制的是 它是一个Item You Need的 OK这个 然后它后来改了一个 变成说把这个地方改成这个PM25 所以也许是位置变动呢 它这边也有 只是它位置可能变到前面 本来在前面 那后来它把它放到后面去了 OK 所以会造成就是资料的混乱 所以它会造成就是变成说 如果它这个公式假设有出错的话 那当然自然跟那个 这个Server上面 它的栏位的叙述不同的话 那当然一定会造成程式的错误 也就是你要抓的话呢 它没办法抓到对应的那个栏位名称 甚至是栏位的顺序 还有资料形态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当然如果你可以看得懂它这个formular 实际上它这个后面就是一个 这个就是一段程式 这个formular就是一段公式 那这个公式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叙述 如果当然假设你可以理解的话 当然其实也是它这个地方应该也是可理解的一个 比如说它一样是这个table做什么样的方法 这个方法里面有一个table table名称里面有哪些栏位 那后面的话这个CHR13跟CH10实际上就换行的意思 可能就是让它可以有换行的效果 OK 那其他的话 那如果有细部 假设你各位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再稍微了解一下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稍微说明一下刚刚的部分 OK 然后 诶 对 我又那个 忘了分享那个 因为我这边好像 今天的那个喇叭好像有点怪怪的 OK 好 我把它打开了 好 嗯 嗯 佩琪说 我太专心 对 有时候一上课 就真的就 噼啪就 就没完没了 OK 有时候就 就会忘记说要开这个分享的动作 当然 一般在实体上课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也是常常忘记的 OK 所以这个 好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韵儒好像有讲话 但是我这边没有没有听到声音 等一下 我看一下是不是 这个程式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以后如果你们遇到那个程式新旧的问题 那你要从头自己比对还真是麻烦 所以呢 那我干脆就是直接用这个软体 直接左边新的 右边是旧的 它会帮我把新旧到底差异在哪边 马上帮你秀出来 OK 这个大概一个还蛮好用的工具 然后你们如果要搜寻的话 其实可以在那个 Google上面找一下 它其实有免安装的版本 你们可以找一下 我记得好像可以下载 它也有免安装的版本 我记得好像在阿隆福利位 这边也有啦 你也可以把它抓下来 那好像版本是不是有更新 它这边好像是2.16 我这个版本是不是也是About 我看一下 我这2.12 所以理论上 这一个软体好像也没有更新太多 大概就长这样 只是说它我抓的时候是抓那个英文版 所以如果说它上面有一个比较新的版本的话 那好像有繁体中文版吧 中文版 所以你们也可以去抓那个中文版部分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那个XML 如果假设啦 刚刚那个做法是 如果你是有这个功能的话 你可以用录制的 OK 那当然呢 这个录制聚集 还有就是它内建功能 如果有啦 就是好处就是说 你就不用那么麻烦 一定要写程式 因为应该没有人 那么爱写程式啦 其实如果已经有内建功能 可以用 说真的啦 很多人应该会直接就用 如果那个事情不是说 一定要大幅度的重复做的话 那理论上 反正你就做完 OK 可以交差 而且那件事如果没有一直 需要反复做的话 那就用那个内建功能 简单太多了 OK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 类似像python 这个功能就没有 没有的话 你一定要写 如果你不会写 那很抱歉 你就做不出来 OK 当然python有好处 就是说呢 网路上其实有很多人 提供相关的程式嘛 但是问题你还是得看得懂 还是知道程式该怎么写 所以当然这个也是势必的 因为我想未来这个职场上面 以我目前遇到的 其实很多公司行号 哪怕不是工程师 可能只是一些销售人员 行政人员 他还是希望应征进来的人 还是要具备有程式的这个能力 哪怕他不会写 但至少学过总会有概念吧 因为有程式的概念的人 真的在做事情的那种 这个怎么讲 效率上面 还有做事情的方法上面 一定会比完全没概念来的好太多了 因为你至少知道说你不要 土法链钢 这样子实在是太没效率 也太笨了吧 OK 再来的话呢 你找的人进来 他有学过程式 他哪怕不会写没关系 至少跟工程师沟通的时候 请工程师写程式的时候 至少也比较知道说 该怎么跟对方沟通 会用对方的语言去跟他叙述吧 OK 不然的话很多时候 基同鸭讲反而更浪费时间 尤其是有的时候 对方讲不出到底他需要什么 结果你程式都写出来的时候 他才跟你讲说 嗯?这个好像不是我要的 那当然这个时候呢 绝对就很浪费时间 OK 所以有的时候 为什么要学习这些东西 哪怕你暂时用不到 但至少你基本上是有概念的人 OK 至少你学完这些课程 你不要说你现在连爬虫到底要爬什么资料都搞不清楚 OK 至少你CSV应该知道它长什么样子吧 如何去抓取 再来的话Json 也许至少你可能没办法马上上手 但至少你会知道说哪边有资源 可以去让你快速的去抓Json或XML 甚至后面我们要讲的HTML 那HTML相较之下是最难的 最复杂的 所以我们摆在后面来讲 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没有内建这个XML的功能的话 那我要怎么样透过VBA去抓取我要的这个资料 OK 所以第一个我把它分成两个步骤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呢 如果假设你这个档案已经被下载下来了 比如说我们刚刚是这个PN25里面 如果你点选这个连结 点选哪一个连结 点选这个XML旁边这个检视资料 当你点下去它会自动下载 下载到我们的下载区里面 所以我在下载区里面呢 就会看到我刚刚下载的这个东西 然后呢我就把它打这个啦 就这个档OK 因为我下载好几个啦 反正其中一个就OK了 那如果我今天呢希望拿这个档案 去打开它 然后呢把它直接塞到我们的这个Excel里面的话 那该怎么做 不过在讲这个之前 因为刚好那个有同学问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类似像这样 他好像是做这个 肠病毒的就医统计 就是可能做上课 我们那个请同学做的那个作业 那他可能发现了几个问题吧 好像我记得他问的第一个问题 是说追踪为什么要从A1 其实我前面好像跟各位讲过 你可以Ctrl向下 其实RangeA1.end Excel down 实际上就是Ctrl向下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按下那个滑鼠 假设你停在A1上面 Ctrl向下 如果会移动到这个资料的最下方的话 那表示这个追踪是OK的 没问题的 那你想说如果我用别的地方可不可以 其实别的地方的话呢 当然也可以 只是不保证会成功 比如说我B1可不可以Ctrl向下 如果Ctrl向OK的话 那当然基本上你用B1也OK 不过为什么一定要A1 其实理论上 这个因为Excel 其实是有点像类资料表 那所以他的第一个栏位 通常是Key 那那个Key的话 通常有个概念 就是资料不允许Nur Nur的话就是空白的 所以如果你连续范围的话 它就会追踪到最下面 可是其他栏位 是允许怒我的 有些是比如说这个地方 假设我这边有一个资料没有的话 你用Ctrl向下 B1向下 它就会停在空白 储存格的上方 所以得到的就是8 那就不对了 OK 所以这个追踪 怎么样追踪比较OK 那你可以试试看别的 那如果像你比如说 刚好你的资料 不一定是比较正规化的 可能就是说 它就是有些有些没有 里面就是会有很多空白 那你要追踪怎么办 刚好也没有一个栏位 所以它不是完全没有空白的资料的话 那另外一个方法 我之前有讲过 其实你可以从最下面向上追踪 那向下追踪的话 就是Range 哪一个 理论上是1048576 不过可能有新旧版本 旧的版本是65000多个 数字可能不是这一个 那你可以用Rose.com也可以 Range 然后Rose.com 然后点什么呢 向上追踪的话 就END XL 本来是DOWN 你可以XL UP也可以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追踪到 这个资料的最下方也OK 哪个方法 反正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弹性的 那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同学问了这个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资料好像下载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资料里面 居然会被变成一个 这个什么 年月日 那显然是这样 它可能输入的时候 它应该是XL太过自动化了 也就是如果你输入资料是10 1-14的话 它ENTER它会自动帮你怎么样 转换成2022的10月14 你想说不对啊 我输入的是11-14 又不是斜线 那跟各位讲 因为XL太聪明了 太自动化了 所以它只要侦测到 假设是输入有点像年月日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转换成一个年月日格式 所以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可能要设定不要让它自动修改 里面可能要找一下选项 里面的那个不要自动修改的功能 这第一个啦 可是如果你找不到 又没办法变更的话 这个可能要找 我印象中是可以把它变更 不要让它太自动 因为它会误以为说 你输入是一个年 所以你假设你资料一漏进来 很抱歉 它全部都变这样子 那当然你可以前面加单引号 让它变文字 可是这也不是一个好 反正就是一些方法 那如果你要变动的话 这也可能要想个办法 如果说你总不可能用人工的方式 全部都变成像 这个好像同学前面自动加单引号 也是可以变文字 是OK的 可是如果说你假设要想个办法解决的话 可能还是要做一些逻辑判断吧 如果你不去修改设定的话 那可能就是说呢 判断一下这有错误的资料 那怎么资料正确跟错误差在哪里 但我本来想说 是不是可以判断说是不是日期 所以里面应该会有个函数叫Is Day 可不过我看一下里面好像 Is里面没有Is Day这个 Is 打Is 好像没有Is Day这个序 所以 后来我想了一个方法 是不是可以用判断它的长度 比如说它LEN 把它当文字来看待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你如果当文字来看待的话 那如果是正确资料的话 理论上是 应该是三个字 那顶多是不是 这个是错误的资料 五个字 可能就找出它的那个 错误的地方 然后呢 再把这个地方做一个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呢 如果 当然你主要是要把那个错误的地方抓出来 就是 如果 OK 所以这个问题 我想到了 OK 那你如果别的想法 你也可以 试试看 如果 这个 大于3的话 OK 然后呢 做什么事呢 就是把它的 这个地方 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年月日 把它的月 串一个减号 再串一个它的日就可以了 那如何抓到这个资料里面的 诶 这个什么 它的月份 那这个地方可能要 用那个month 函数 去抓这个资料里面 那当然抓到这边就是10 10月份 然后and 串接一个减号 然后再and 再串接它的date 就是日的部分 把它串在这边 然后后瓜糊一下 FORCE的话就什么事都不要做 OK 如果TRUE的话 主要是针对TRUE的部分做处理好了 OK FORCE的话就保持原来的 所以这个可能还是要 把这个 后面的那个FORCE部分 你还是要去 抓到它后 这个原来的资料 然后把它带过来 那底下的话呢 可以看到 这个结果应该就是符合我们要的 OK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想到的 那当然 OK 大概这几个地方 同学可能问的问题 那当然最后就把 这个作业 试着做做看 这个作业主要是希望说 你们把前面的复习一下 因为 类似像这样的课程 其实要学到东西最终还是实做 因为你说真的看再多资料 说再多理论 倒不如做出结果来 因为你做出来表示你会的嘛 那如果做不出来 就真的你说再多 都是多余的 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同学问的 所以我就直接 针对同学问的问题 来做一个说明 OK 那刚刚有补充到一个 那个 Winmark 这个其实还蛮好用的 我蛮推荐的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针对 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 这个 如果是档案的部分 那这里 我当然已经把程式放在云端上面 你们可以在云端 白板上面的第三个单元 OK 第三个单元 找到那个 读取XML 档案的这个部分叙述 那特别注意 你其实可以分成两 两个部分 来理解 OK 我先把这个 先Ctrl C好了 我们直接拿这个 来看一下好了 那 首先的话呢 当然 我就直接在 VBA里面 找到那个 我们一个Module OK 那Module部分的话呢 当然 你会发现 路质它会自动再放这边 所以这个路质的应该是没有用 我把它移除掉了 OK 因为刚刚已经CALL过去 修正了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下方好了 把它贴上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乱乱看 但第一个 我们 就是先 把旧资料删掉 所以CLEAR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利用 这个 有一个 物件名称 物件名称叫做 Microsoft xml 的 这个 DOM 其实这个DOM的话 是Document的缩写吧 我印象中应该是这样 那所谓的Document 就是文件 意思顾名实义 就是专门帮你 读取 xml文件的 一个物件 OK 那我们给它取一个名称 叫做 xml Doc 好了 就专门Document的缩写 Doc 就是Word 那个 副档名 OK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那这个物件呢 它提供了一个方法 叫做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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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名实义啦 就是载路的意思 那我把刚刚那个路径找到 因为我那个下载路径 是在这里 所以可以把它找到复制一下 贴到这个 双引号里面 然后并且给它档案名称 就这个档案名称 接下来的话呢 可能要特别特别注意 这边的话呢 我前面有提到就是说 你必须要知道说 它这个档案的结构 这个结构如何知道 除了说你可以用滑鼠右键 去把它用这个什么呢 我刚刚是用这个 NordPay++去开之外 另外的话呢 你也可以用那个 所谓的 就是记事本 比如说按右键开启 用记事本来开 或者是说 我前面好像有跟各位讲过 如果你要了解它的结构 在云端上面呢 其实我有放了一个云端的工具 这个就XM线上编辑 就有点像那个JsonEdit的编辑器 那我觉得你可以尽量善用这个编辑器 你可以把这个 比较没有 没有次序的一个资料 把它Ctrl A 全选 C 复制 然后再到云端这边 把它全选贴上好了 那贴上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首先的话呢 在你的右边 左边的话是原来的资料 这个是贴上的资料 然后它基本上看起来没有 无序的 那它主要是帮你把它变成一个类似像一个XM的一棵树 那我刚刚有提到 有点像是它最外围的 是实际上就有点像它的树干 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里面的话就是它的树枝 长出来的 那树枝里面的话有叶子 假设有分出五片叶子 那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资料的话总共有 78笔资料 或者是另外一个叶子 或者是另外一个叶子 这个Data 有点像是有把它想像成列 这个可以把它想像成资料表 也就是这个资料表 或者在工作表里面呢 有78列 那每一列里面的话有五个栏位 五个栏位里面呢 就放五个资料 所以你会发现它基本上都有固定的这个规则 那这个XML Edit好处就是说 你贴过来之后 你就可以马上变成 当成是一棵树 类似像一个物件去 检视这个资料 不然的话 当然如果像我们已经看习惯 即便你给我看这个资料 我还是可以很快找到它的最外层在哪里 它的每一个资料 比如说每一笔资料 它的这个标签在哪边 可是问题啦 这样还是蛮累的 说真的你看久了眼睛还是不舒服 所以像我的习惯是这样 Ctrl A,C 这个时候理论上就会帮你把它转换成一棵树了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Object 里面的话呢 就会第一个 实际上它有点像帮你把这个东西 放在最外层 这个名称 然后里面的每一个 OK 它帮你把它放在前面 那它底下的每个标签 就帮你把它塞到这个Data OK 那这样会比较好检视啦 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它的一个结构之后的话 再来的话 我们就是把它做一些处理 所以我们刚刚有把那个程式码先贴上了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利用这个物件 所以这边一样会用到两个物件 我看这个物件 我们会用到这个XML的这个DOM Document 这个 然后呢 接下来会用到它一个方法 叫做SetProperty 就是设定它的应该叫什么 它的属性 OK 那它其中有个属性 有两个可能要设定 一个是Selection Language OK 一个是XLPath 那这个XLPath的话呢 基本上就这两个东西要设定给它 那当然 接下来我们就是针对这个部分去做设定 那底下的话 一样Set后面就是物件名称 物件名称的话呢 底下我们就是跟它讲说它的那个节点 那当然特别注意 这个节点部分的话 因为我们用的是 刚刚有提到 SetProperty 就是它的属性 那我们用的是XPath 那所谓的XPath 指的就是说 将来呢 前面开头如果两个 这个反斜线的话呢 表示说你第一个位置是什么 OK 所以第一个位置的话 这个XPath 第一个位置呢 基本上指的就是这一个 所以将来你就把这个填到 这样应该是正斜线 两个斜线 然后呢 给它这个名称 就是它的 有点像是最外层 刚才我们把它当一个 类似上工作表 名称就是这一个 那第二层的话斜线就是Data 就是有点像它的列 所以给它的就是 它的工作表名称 跟它的列 给列的名称 然后呢 放在它的Node 就是它的节点里面 所以呢也就是有点像是 把这个节点放进去之后 接下来呢 再利用这个 所以这个节点等于是 把这个整个都 通通放在这个物件里面 OK 所以这所有的资料呢 通通都会载到这个叫NodeList 所以放进来之后的话呢 它就知道说 这个东西是它的最外层 有点像资料表 然后里面的话就是它的列 那如果我要取出 这个列里面的每一个栏位的话 那很简单 就是一个一个把它抓出来 所以一个一个 有点像是一个一个的储存格 要放到储存格里面 所以呢 我后面的话呢 当然 就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这个里面的每一个 那前面我是先把它用for each的方式 把这个里面的每一个 通通都抓出来 然后呢 抓第一个的话 也许先抓到N好了 那N 里面呢 放的就是 总共会有5个Key 应该不能叫Key的话 应该是Jackson 应该是5个标签 OK 5个标签 这个标签的部分的话呢 其实应该是这样 标签应该是指的是这个 有没有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标签 标签开图 标签结尾 那里面的资料 帮我抓出来 放在储存格里面 所以我们就是 把这个资料 先从这个Express里面 抓这个跟这个过来 然后跟他讲说 这个里面的资料 一个一个呢 透过这个标签 帮我把它里面 点Text的资料呢 分别 来帮我抓到前面的 这个储存格里面 那当然呢 你可以用 SlateString Node 就是它里面的资料 帮我抓回来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资料 分别一个一个 帮我把它抓到 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呢 那这边的话呢 按F8好了 下一个 所以把它录进来之后 用Express的方式 帮我把资料抓过来 当然呢 我们要放的话呢 先从第二列放 因为第一列放栏位名称 所以我们就放这个资料 然后放在第二个开始 所以我们就是先放在这个储存格的第二列的第一栏 所以D栏就A栏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也可以改成A A B C D E 然后呢 先抓一个一笔资料之后 再换下一个 所以R等于R 所以第一个第二个 第三个第四个 再换下一个的话呢 R等于R加1 然后再换下一个抓 所以因此类推 全部执行的话 那理论上呢 它就会帮我把所有资料抓下来 那最后的话 再补上栏位名称 所以我理论上呢 这个栏位名称 基本上就是写在这里 当然你这个栏位名称 如果觉得放在这里有点怪怪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放到 你其实也可以把它放哪里 放在这个上方 所以也就是先填 填上栏位名称 再去抓资料 也可以啦 其实道理一样 那刚刚叙述的话 主要就是说 如果你已经把档案下载下来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OK 可是你想说 老师那如果我未来 我不想那么麻烦 每次都要下载再载入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 可以直接抓 直接秀 如果需要这样的话 那可能还需要用到另外一个物件 物件名称呢 其实就是叫Xmlhttp物件 就是直接把它抓下来 然后直接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边 给这个物件 让它去做处理 那待会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刚刚提到的是 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这个地方 底下的这个地方 从党 读取档案第六页地方 试一下 哦